翻译&字幕製作人 李宗盛 李宗盛 陈彬毅 《苏恕》 《苏恕》 《因平是故知》 这个执着从哪里来的呢 思习 精干精山讲的母像 有母就有私心了 齐心动念要为母 所有一切我 要想方法把它变成母所有 那就苦了 这个母所有 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 患得患失 母所有 真的你能够得到所有吗 假如你要是真的得到所有了 不但释迦牟尼佛 所有一切祝福都要拜你做老师了 都要做你的徒弟了 你有本事 你真的能在一切法当中能够得到一样东西 那一切祝福菩萨佩分 你很了不起 凡所有相皆是虚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你得个什么 你有什么 我听说在新加坡这边的同修啊 你们买房子有什么 九九年 九九九年 哎呦 大家都在争这个不得了啊 你能活到九十九年吗 已经太长了 不要说九十九年呢 九年以后的世界 你想到会起什么变化吗 都在大妄想啊 妄想分别执着啊 脑子里还有这些东西 这跟般若完全相反啊 废道而知啊 所以真正的佛报 没有别的 佛给我们讲啊 断我修善 吉功累得 多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 那是你吉得修福啊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 我们佛地词 聪明人 要做带得去点 带不去点 不要干啊 那个九九九九九都带不去点 那大妄想啊 带不去点 要干真正带得去点 你看这个 你们大家也都常说 常常挂在嘴边嘛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啊 什么东西能带得去 夜 我们不要带 我夜也不要带善夜 我们要带敬夜 用清净心 断我修善 念佛求生进度 我们戴这个业 我们干这个业 念佛 念佛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断窝呢 不断窝啊 怕的是业障现前往生不了 断窝是小业障啊 走的时候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不迷糊颠倒啊 那就是业障消除了 我们断窝为这个 修善又是为什么呢 修善是为一切众生的 借善缘 借法缘 我将来成佛做菩萨了 来讲经说法了 他们都来听了 都来得度了 不给人借法缘 你修得再好 讲得再好 跟那些众生没有缘 上台讲经没人听啊 所以要跟众生们借善缘 一般人都知道我这个法缘不错 到哪里法缘都很殊胜 也有法师问我 你的法缘怎么会那么好啊 能不能教教我啊 我就劝他了 不是 借给我 所以你看 不少同修啊 供养我的 供养我的钱 我没有用处啊 一点用处都没有 别的法师拿这些钱去盖大庙啊 我拿这些钱呢 在印经呢 印经再给你们大家借 所以我的语言就借得广了 我将来成佛 那就是度这些众生啊 我们看到 一切祝福如来 度众生的数量不相争 有些成佛度得多 有些成佛度得少 什么原因呢 在因地里面借的缘 在因地里面借的缘 多少不同 成了佛度众生 也立不了因缘啊 这个就是一定要度计善语 度计发言 这个是最好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